高先生说这辆黑色特斯拉Model X是去年12月12号在湖州五星特斯拉中心提的 花了74万多 12月28号车子第一次出现问题 12月28日,我爱人开着车子从长新历史广场回家开的路上 在中央大道行驶了一分钟 突然发现车子的各项功能逐渐丧失 当时出现的情况就是显示屏上各种警示灯一样一样的全都跳出来了 车子的话油门变重,方向盘也不太好控制 车子的话只能够缓慢看回家 高先生说当时妻子没拍照片 他赶回家后联系了特斯拉的工作人员 当时并没有看车,只是远程查了一下系统 就是说车子受到磁场干扰 他们就是我们让我们开到那个CS店这边来 给我们各项线路进行检查 然后包了防干扰膜,包在各个线路的街头上面 高先生表示当时他暂时接受了工作人员的说法 继续正常开车 直到今年2月22号 在小区车库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当时是我爱人开车 正好回家停车 停下来之后就发现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次高先生的妻子拍了照片 系统循环显示 车辆保持功能不可用 转向辅助效果下降 车身稳定控制已禁用 牵引力控制已停用 自动紧急制动不可用 自适应驾驶控制已降级等多项问题 现在协商之后给出的方案就是 给我们更换车子的转向机 我觉得我们这个车子 现在是有安全隐患的问题 我都不敢去开它 我现在诉求第一 退车 第二 退不了就换一辆新车 第三 如果不能退不能换 那你给我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采访当天 高先生把车从家里开到了 湖州五星特斯拉中心 说是之前车子系统显示的问题 第二天就不见了 特斯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无法接受媒体采访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后来有工作人员发来文字回复 大致内容是 经评估建议客户更换相关部件 目前和客户沟通具体维修方案 无法满足客户的退换车要求 基于客户体验可申请服务关怀方案 1818黄金眼记者湖州报道